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本是个小仙女,不知为何跌落凡间。 我试了一下,目前法力全无,没法回到天界。 但是我还保留了一项能力,看凡人的天赋。 这项能力有点鸡肋,而且很消耗精神,我暂时想不出有什么用。 我想找个灵秀的地方修炼,以便早点回到天界。 但我已经是凡人之躯,要吃饭喝水,所以我需要赚钱。 我现在身无分文,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个商人看上了我的衣服和首饰。 他愿意出二百两银子买我的衣服和首饰,我很开心地同意了。 我先去成衣店设了一套普通的不衣穿上,然后把原先这身衣服给了商人。 不得不说,这个商人还是很有眼光的。 仙人的衣服灿若云霞,薄如蝉翼,还触手升温,是凡间的衣服比不上的。 二百两银子,够我花很久了。 我先去集市上买了一些食物和换洗衣服,然后准备找个地方隐居。 没想到,之前那个商人也在集市里,他把我的衣服卖出了千金的高价。 一转手,他就挣了几十倍的利润。 我瞬间觉得自己卖亏了,不过也没法反悔了。 我买了一份地图,选定了一座名山,朝那座山出发。 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 走过去一看,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哭。 他双眼无神,我看出他是个盲人。 我走了过去问道,小弟弟,你怎么在这儿哭啊? 你的爹娘呢? 阿爹说,带我出来玩。 他给我吃了一块饼后,我就晕了,醒来就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阿爹一定是不要我了,我叹了一口气。 对普通的家庭来说,养着一个残疾的孩子确实是个负担。 我把包袱里的干粮拿出一些给他吃。 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向我道谢。 我本想把他送到附近的慈祐院,但忽然看见他的头顶飘浮着几个字,读心术。 我能看见凡人的天赋,所以他有读心术。 正好,我觉得有些口渴,想找点水喝。 我还没说话,这小男孩就开口道,姐姐,你想喝水吗? 我听见东边有水声,我带着他往东走,果真看见一汪泉水。 我用宽大的叶子咬了水,给自己和他都喝了点。 这时,我觉得手臂隐隐作痛。 仔细一看,原来是在赶路的时候,手被惊急划伤了。 我并未出生,小男孩又说,姐姐,你想治疗手上的伤口吗? 你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止血的草药,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些止血的草药,敷在伤口上,感觉好多了。 我开心地拉住他的手,你真的有读心术啊,读心术,对啊,你能知道别人心里想的什么。 好像是,你爹娘没发现吗?我刚学会说话一两个月。 爹娘平时都在地里干活,回来就逼我睡觉,也不跟我说话。 所以他们不知道,太好了,我这是捡到宝了。 你叫什么名字?阿大,阿大算什么名字? 想来是他的父母还没给他取名字,他是家里最大的,就称呼他为阿大。 我给他取名为小明。 他没法见到光明,这个名字也算是弥补他的缺憾吧。 我让小明跟我走,他已经被抛弃,如果送去慈幼院,可能也会被欺负。 倒不如我自己带着,把他养到成年,问题不大。 毕竟二百两银子在凡间也算一笔巨款。 走了十来天,我在草丛里发现了另一个弃鹰。 他也是三岁左右,眼神很灵动,但是发不出声音。 原来是个哑巴,怪不得被家人丢弃了。 我身上的钱,养活两个孩子有点勉强。 我正在考虑将这个小哑巴送到哪里。 忽然,我在他头顶看见四个字,预言能力。 预言能力。 我心中一喜,原来又捡到一个宝藏男孩。 可是,他是个哑巴,怎么预言? 我问小哑巴,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小哑巴捡了根树枝,在沙地上画了一幅画。 他画的是一朵云,云下面有几滴雨。 所以,一会儿会下雨,小哑巴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果真下起了雨,我带着两个孩子躲避。 预言能力也是真的。 我决定把两个孩子都带上。 我给小哑巴取名叫小亮。 他没法拥有红亮的声音, 我就用名字来补上他的不足之处吧。 我左手牵着小明,右手牵着小亮, 开心地往前走。 路上捡了两个娃,直接无痛当妈? 我的运气真好。 这天,我走到一条崎岖的小路, 前面有很多石头, 左边有荆棘丛,右边是一个峭壁。 看起来,每个方向都很难走。 我喃喃自语,该往哪边走比较好呢? 小亮拉了拉我的胳膊,指了左边的方向。 我点点头,听小亮的,我把两个孩子的头和脸包住, 才带着他们往左边走,以免他们被荆棘丛划伤。 走了没多久,我发现荆棘丛中躺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孩。 她大概是被人丢进来的,身上有很多荆棘滑出的伤口, 看着很可怜。 还好我一路上摘了许多草药,就拿出来敷在那小女孩身上, 又给她喂了点水。 过了一会儿,她醒了过来,不哭不闹,非常懂事地说, 谢谢姐姐,我看了看她的身体,不龙不瞎,四肢健全,不是哑巴, 也没有重大疾病。 那她父母为什么把她丢了? 想来,是凡间父母重男轻女的缘故。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在哪里?我叫狗子,我家在很远的地方。 不要把我送回去,我爹娘还会再次丢掉我的。 你知道你是被丢的,对,娘生了个弟弟,就不要我了。 她平静地说着这些令人心疼的话,也没哭,似乎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我觉得,这世道对女孩真是不公。 这时,我发现她也有天赋,是过目不忘。 我问她,你的记忆力很好吗? 对,我看过的东西就不会忘记。 我在地上写了一首诗,是我在天界的时候做的。 写完后,我把这首诗擦去,让小女孩附述一遍。 她果真附述出来了,一字不差,令我惊讶。 我摸了摸她的头,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还有,狗子这种名字不要了,以后你就叫珍珍,我让三个孩子都叫我阿娘,他们也很乐意。 他们其实很好待,我给什么就吃什么,也不会无故哭闹。 他们的家人把他们丢了,真是亏大了。 一下子收养了三个孩子,我得把修仙的计划延后了。 我也可以找个地方修炼,让三个孩子自己野蛮生长。 但我觉得这样太不负责任了。 他们都没有修仙的天赋,如果我不好好培养他们的话,他们长大后养活自己都是问题。 我得先去挣钱。 我带着孩子们来到一个繁华的县城。 正好这里有间酒楼在转让,我就盘了下来。 以后,一楼用来做生意,二楼用来住宿,也算安定了下来。 在开张之前,我要先做一些调查。 我在街上闲逛,留意这里的人喜欢吃什么。 回酒楼之后,我记下了街上的人最喜欢的几种食物,臭豆腐、炒面、凉拌黄瓜。 我自言自语,先把这几种食物加到菜谱上。 谁知,小亮却抓住了我的手,朝我摇了摇头。 什么意思,小亮干脆把我的笔拿走,把我刚才写的几道菜谱给划掉了。 你的意思是,不能做这几样菜,小亮点头。 这几样菜,在酒楼里会卖得不好,小亮又点头。 我明白了。 街边小摊子的食谱跟酒楼里的食谱是有差别的。 人们去小摊子吃,只想吃点简单、方便、味道丰富的小吃。 而到酒楼消费的客人,对菜品的色香味有更高的要求。 如果我跟街边小摊抢生意的话,价格上比不过他们, 菜品又没法满足顾客需求,就是死路一条。 于是,我收集了更多菜谱,一一询问小亮的意见。 他点头的菜,我就留下,他摇头的菜,我就舍去。 没过几天,菜谱就订好了。 接下来,该找伙计了。 我贴出招聘告示,招几个厨子,账房和跑堂的。 来应聘的人,我会一一查看他们的天赋。 有做菜天赋的,留着当厨子。 有沟通天赋的,留着当跑堂。 有算账天赋的,留着当账房和采买。 只是,我筛选出来的人挺多的,还需要淘汰一批人。 我留他们在一楼吃饭,然后带着小明,假装不经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我要用小明的读心术筛选出真正的好伙计。 由于现场比较嘈杂,小明小声跟我说话,别人不会注意。 我路过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身边,小明对我说,这个不行。 他应聘厨子是为了偷厨房里的菜。 我又路过一个干瘦的灰衣,男子身边。 小明说,这个不行。 他想当账房,然后私吞酒楼的钱。 我继续往前走,路过一个斯文,清秀的年轻人身边。 小明摇头,这个不行,他是冲着阿娘来的。 在小明的帮助下,我成功筛选出一批忠实可靠的伙计。 很快,酒楼就开张了。 刚开业搞活动,人流如枝。 附近的商家也来道贺。 有个穿金带银,眼神精明的女老板走了过来,拉着我的手笑道, 妹子,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还开个酒楼,真是不容易。 我是附近八方酒楼的老板,姓金,以后你就叫我金姐姐吧。 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找我,我笑着回应,请她落座吃饭。 这时,小明偷偷对我说,不要相信金老板,他心里不希望阿娘的酒楼生意太好,同行是冤家,果然如此。 有了小明的提醒,我对金老板有了防备,只跟他维持表面的客套。 他转着弯打听酒楼的情况,我的私事,我都含糊应付过去。 他又打量了我几眼,笑道,妹妹身材真好,一点也不像是生了三个孩子的,家里穷,没什么好东西吃,所以瘦得快。 可是看妹妹细皮嫩肉的样子,可不像是吃过苦的,以前家境尚渴,最近家到中落,日子也是刚刚才艰难起来,所以出来开酒楼。 让姐姐见笑了,金老板见打探不出什么,也就离开了。 酒楼开张后,盈利还算可以,能让我和孩子们过上正常的日子。 我想送小明和小亮去学堂,又怕他们身有残疾,被人欺负,索性自己教他们读书识字。 小亮能看见,教起来倒快。 小明看不见,我只能教他一些歌谣,跟他说是什么意思,勉强提高他的文化。 至于珍珍,才两岁出头,我打算让他先玩一阵。 他每天坐在大堂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十分安静,也不知在想什么。 这天,有个老大爷来吃饭,伙计问他想吃什么。 老大爷刚想开口,珍珍便说道,他要一碗三鲜面,多放辣子不放葱。 再来一碟烧鹅,一碟松江炉鱼,多放点鱼汤。 最后,再上一碗小米粥,润润肠胃。 老大爷惊喜地说,这小女娃怎么知道我要吃什么? 珍珍奶生奶气地回答,爷爷您每次来都是吃这些。 珍珍记住了,老大爷一把抱起了珍珍,这女娃也太聪明了吧。 来给爷爷当孙女吧,我赶紧笑着跑过去。 大爷,女娃不卖,哈哈哈哈,就冲着她这份聪明劲。 大爷我可得多来几次,旁边的食客见了,也都让珍珍猜他们想吃什么。 珍珍都答对了,只有一位红衣少傅问她时,珍珍摇了摇头,您是第一次来,珍珍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 红衣少傅笑道,不对,这里我经常来,你就是第一次来,珍珍不会记错的。 哈哈,这孩子,谁都骗不了她,从那以后,珍珍的神童之名就传开了。 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见识见识珍珍过目不忘的本事。 九楼的生意也迎来了一次小爆发。 这天,却有两个农民打扮,一脸霸道的夫妇走了进来,抱起珍珍就跑。 狗子,爹娘终于找到你了,我赶紧上去拦住他们,你们干什么? 放下珍珍,农妇推了我一把,你这个人贩子,这明明是我的女儿,被你拐带来的,我想起珍珍的原名确实叫狗子,难道这真的是她的父母? 我问珍珍,他们是你的爹娘吗?珍珍哭道,爹娘不要珍珍了,珍珍不跟你们走。 珍珍现在有新的阿娘了,农妇狠狠地掐了她一把,骂道,什么新阿娘? 你的阿娘只有一个,就是我。 这个女人,看你聪明,就把你给偷走了,实在可恶。 今天要让她去见官,听到这些话,我明白他们确实是珍珍的父母。 他们自称姓曹,说珍珍的原名是曹狗子。 我把珍珍抢了过来,正色道,你们之前嫌弃珍珍是个女孩,抛弃了她。 现在她显露出才能了,你们又来抢她,好不要脸。 你们走吧,这里不欢迎你们,农妇插腰骂道。 哎呦呦,人贩子还有理了。 像你这种人,就该立刻被打死。 走,跟我去见官,曹氏夫妇将我强行带到官府,告我拐卖人口。 虽然我和珍珍都说,不是拐卖,是捡的孩子,但曹氏夫妻找了许多相亲作证。 相亲们都说,珍珍是曹氏夫妻的孩子,并且他们从未丢弃珍珍,珍珍是有一天忽然不见的。 我心里明白,这些相亲应该都被收买了,所以会做伪证。 然而,县令不听我和珍珍的辩白,将我下狱。 珍珍也被判给曹氏夫妇。 我心里着急,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既担心孩子,也担心酒楼。 过了一会儿,县令竟然来牢房找我。 我喜出望外,赶紧解释,大人,事情不是曹氏夫妇说的那样。 谁知,县令却抬起我的下巴,直勾勾地看着我。 温娘子,事情真相如何,重要吗? 只要你能让本官满意,本官就可以把孩子再判给你。 我往后退了几步,脱离他的掌控,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大人的意思是,你有如此美貌,却养着三个孤儿, 在外面抛头路面开酒楼,不是太辛苦了吗? 嫁给本官作妾,本官就让你把那几个孩子养在身边, 这不可能,那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派人来跟本官说一声。 本官随时恭候,我觉得很恶心,但又不能得罪他。 在我还是仙女的时候,这种人哪里能接近我? 只可惜,虎落平阳被犬欺。 县令离开后,有个狱卒来给我送饭。 我看见了他头顶有两个字,绣花。 所以,这个狱卒的天赋是绣花。 我脱口而出,这位小哥,你绣花技术这么好,来当狱卒可惜了。 发挥自己的所长,说不定能赚得更多,狱卒很惊讶。 你怎么知道,我会绣花,实不相瞒,我会像面之树。 只要看到一个人,就知道他的天赋所在。 原来,你还是个大师啊,真是太神了。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刺绣,但别人都说,一个大男人绣什么花,我就不敢绣了。 只要你能凭自己的手艺挣到钱,别人就不会嘲笑你了,反而会佩服你,谢谢你的鼓励。 我一定会去试试,大师,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开口。 需要给你加几个荤菜吗? 不用,你能帮我看看我的酒楼怎么样了吗? 还有,看看珍珍和他父母是否离开了,狱卒帮我去打探消息。 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跟我说,大师,你的酒楼还照常开着。 不过,八方酒楼的金老板给县令送了礼,好像要接手你的酒楼。 珍珍和他的父母还没走,他父母让珍珍当街表演过目不忘的本事,像观看者逃赏钱,珍珍就像马戏团的猴子似的。 还有小明和小亮两个孩子,被金老板赶出来了,在街上流浪,我已经把他们带回我家了。 我娘照顾他们,暂时没事,我听得很气愤。 我得快点出去,照顾几个孩子。 我想了想,对狱卒说道,帮我联系那些给曹氏夫妇作证的相亲,告诉他们,曹氏夫妇给他们多少钱。 我愿意出双倍,只求他们说出真相。 至于他们做伪证,需要交一笔罚金赎罪,这笔钱我也会替他们出,本朝律法,做伪证的惩罚依据情节轻重而定。 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做伪证者也要处死。 但如果被害人的情况不怎么严重,做伪证者只需要交一笔罚金。 狱卒道,这样一来,你要出一大笔钱,出就出吧。 我现在得快点出去,狱卒帮我联系了那些相亲,转达了我的意思。 我出的价钱高,他们陆陆续续都同意了。 虽然做伪证的名声不好听,但他们至少能得到更多识惠。 于是,他们集体到县令面前说,之前他们帮着曹氏夫妇说谎, 其实真真是被曹氏夫妇丢弃的。 有这么多人作证,又有许多百姓在县衙门口围观, 县令不好再搞什么小动作,宣布我无罪释放, 真真重新判给我。 至于丢弃孩子的曹氏夫妇,暗律处已流放。 我把小明和小亮从狱卒家接了出来。 他们倒是还好,只是受了惊吓,紧紧地抱着我,不愿松开。 珍珍回到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她身上都是伤口。 我心疼得不行,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被我爹娘打的, 他们让我当街表演过目不忘,向围观者讨赏钱。 我不肯表演,他们就打我,我紧紧地抱住她,以后珍珍不会再受苦了。 阿娘,珍珍的老家离这里很远,我爹娘怎么会找过来的? 很可疑,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可疑。 凡间消息传得慢,珍珍的父母几乎不可能知道珍珍在这里,除非有人故意把他们找来。 曹氏夫妇的乡亲们还没离开,我去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珍珍在这里的? 乡亲们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 我直接拿出几顶银子,能告诉我实情的,这些银子都给他,乡亲们争先恐后地说,是八方九楼的金老板,他画下了珍珍的画像,托人到处找珍珍的亲人,还说珍珍现在可有本事了。 每天都能挣很多钱,后来,珍珍的画像传到我们那儿了,曹氏夫妇一眼就认出来。 所以,才来找他,原来如此,又是金老板。 我让乡亲们帮我作证,状告金老板。 只要能让金老板定罪,我会再筹谢他们一笔银子。 乡亲们又到县令面前状告金老板,说他教唆他们来闹事,抢孩子,也该一并问罪。 县令考虑片刻,就将金老板下狱,判了流放。 我出了一口恶气,心中畅快不少。 金老板总是跟我作对,是个隐患。 现在隐患已除,我也能安心了。 小明在我耳边说道,我刚才读了县令的心, 其实,县令给金老板判刑,不是因为金老板违反律法。 之前金老板想吞了咱们的酒楼,重金贿赂过县令。 县令觉得,只要将金老板判刑流放,就可以寄吞下金老板的贿赂,又不需要对金老板付出什么。 而且,金老板离开了,也无人知道县令受贿。 我笑了笑,其实县令的心理,我也能猜到一二。 不论如何,他们狗咬狗,也算是替我除了一个祸害。 这场风波花了不少钱,该回去赚钱了。 然而,我回到酒楼,却发现没有一个客人。 有几个官兵大大咧咧地坐在大堂,似乎在等我。 我笑着走过去,几位军爷,有什么事,朝廷战事吃紧,缺少军费, 每个商铺都虚出三百两银子的费用。 有官府的文书在此,官兵们出示了官府的文书, 上面有官府的印章。 虽然我不愿意给钱,但他们这是合法摊派,我也没办法。 这几个月酒楼挣的钱还没有三百两, 我只能拿自己的存款补上。 打发走官兵后,我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有些难过,朝廷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向我们要钱, 有个老伙计道,他们直接要钱还算好的, 下次说不定要抓你的孩子去服姚毅。 孩子这么小,你自然舍不得, 那就要用钱来代替姚毅,又得出一大笔。 要不怎么说,这是农工商,商人处于罪末呢? 朝廷拿捏咱们的方式多得是, 我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酒楼的老板要转让店铺? 就这种盘包法,谁来也受不了啊。 就算挣在多钱,也未必留得下来。 我往窗外看去,发现官兵们挨家挨户地要钱。 可是路过一家首饰铺时, 他们却没进去,直接去了下一家。 我问道,他们怎么不去那家首饰铺要钱? 那家店呢,上头有关系的,不需要出钱。 看来,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啊。 我本来给几个孩子定做了一些比较贵的衣服, 现在没钱结账,只好退了。 我有些犹豫,不知道这酒楼该不该继续开下去。 我干脆把店内的事物交给伙计, 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出门闲逛。 我带着他们在郊外玩了一会儿, 看着他们天真无邪的笑脸, 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以后该继续开酒楼,还是带他们另谋出路。 忽然,我想起小亮有预言能力,不如问问他。 我问他,往东边去会发生什么? 小亮画了几只蝴蝶,几根竹子。 看来,东边是一个风景优美的竹林, 但对我没什么用。 西边呢,小亮画了几件衣服。 看来,往西边去有成衣铺,可以买到衣服。 只是,现在也没钱买。 南边呢,小亮画了一条河, 河里有几个人在挣扎。 仔细看那几个人, 是一个大人,三个小孩。 如果往南边走, 我们会掉到河里, 小亮点点头。 我有些无奈, 那北边呢, 小亮画了一座山, 山里有很多石头。 原来北边是一座山啊, 那也没什么用。 可是,小亮却摇了摇头, 又指了指那幅画。 你是说,北边不是山。 那你画的是什么? 小亮摇头, 情急之下在地上写了个山字。 之前我教过他写字, 他会写一些简单的字。 我被搞糊涂了, 所以,北边就是山。 那你摇头干什么? 小亮指着山中的石头, 摇了摇头。 你是说, 你画的不是石头, 小亮点了点头, 拉着我想往北边去。 我想,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于是, 我就跟着他过去。 走了没多久, 果然看见一座山。 小亮在一个位置停下, 又找到一块尖利的石头, 让我往下砸。 小亮, 你让我砸地, 他点头。 我有些困惑, 但还是照做了。 石头砸得不方便, 我去附近的农家, 借了一把锄头。 往下砸了七八尺, 我忽然发现一些黑色的东西。 我挖出来一看, 竟是铁矿。 难道, 这座山下面藏着铁矿? 我问小亮, 他点点头。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铁矿可是一大笔财富。 不过, 我记得凡间沿铁官营, 私人是不能占有铁矿的。 想了想, 我还是把这个铁矿上报给官府。 官府派人来勘察, 发现这铁矿绵延数十里, 如果开采出来, 国库能收入一大笔钱。 朝廷正式缺钱的时候, 皇帝一高兴, 直接封我为县主。 现在, 我有俸禄, 有身份, 还有汤木义, 再也没人能随便欺负我了。 官府在摊派什么的时候, 会直接掠过我的店铺, 不敢为难我。 我安心地把酒楼开了下去。 日子越来越红火, 我还开了几家分店。 分店要选可靠的人去管理, 我先看了众位伙计的天赋, 再让小明读他们的心, 让小亮预言他们去管理店铺会不会盈利。 珍珍也能用过目不忘的本领, 帮我回忆这些伙计有没有干过坏事。 在孩子们的帮助下, 我选出了几个人品好, 又有能力的人, 去管理分店。 以后, 我只需要拿分红就行。 有些商家被地痞流氓和官府逼得走投无路, 会来寻求我的庇护。 同为商家, 我知道他们的不义, 会力所能及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让他们不至于破产。 渐渐地, 城里的商户都为我马首是瞻, 我成了商会的会长。 这天, 有个中年男人来酒楼吃饭, 但看着心情不太好。 我问他可有难处, 他也不说。 珍珍悄悄跟我说, 我认识他, 他是棉花园的老板, 小明道, 我读了他的心, 他好像是因为今年种棉花的人太多, 他的棉花卖不出去, 所以烦恼, 今年棉花丰收, 价格确实跌到谷底了。 我问小亮, 明年棉花会涨价吗? 小亮点了点头, 我心中有了主意, 我已高于市场的价格, 把那个老板的棉花全都买了下来。 老板喜出望外, 向我连连道谢。 我把棉花存在仓库里。 第二年, 棉花欠收, 价格高涨, 我把囤的棉花抛售出去, 赚了一大笔。 我发现了商机, 继续低买高卖。 每年丰收的东西, 我都会买入, 等待欠收的年份再卖出。 有小亮帮我预言, 我没有失手的时候。 没过几年, 我就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我继续用这些钱开分店, 买地, 盖房子。 不过, 我并没有买太多地, 大部分钱都用来开店了。 土地兼并是取乱之道。 如果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我虽然要挣钱, 但并不想让其他人受苦。 在灾荒年份, 周围的农民不得不卖掉田地, 我会帮他们赎回来, 还给他们发放粮食, 帮他们渡过难关。 渐渐地, 我的声望越来越高。 远方的百姓活不下去时, 也会来找我帮忙, 我都顺手帮了。 在丰收的年份, 他们手上宽裕了, 就会来我的店里买东西, 全当报恩。 我现在不仅有酒楼, 还有首饰铺, 成衣铺, 糖水铺, 车行, 药铺, 凡是人的生活所需, 都可以从我的店里买齐。 其他同行都竞争不过我, 因为我广施恩惠, 比同行们更得人心。 后来, 别人都不叫我温老板, 而是叫我温半城。 不知不觉间, 我竟拥有了半城之父, 也算是一大势力了。 受过我恩惠的百姓, 还会自发地排班来护卫我, 不收工钱。 一开始, 我只想挣点小钱, 养活几个孩子。 但生意做大之后, 就由不得我退缩了。 店里的伙计, 伙计的家人, 都指着我过火。 周围的百姓, 也都依靠我的店铺来获取各种物资。 以前, 我只对几个孩子有责任。 现在, 我的责任扩大了, 要对更多的人负责。 因此, 我继续专心经营。 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 住在我附近的百姓, 都安居乐业。 因为他们知道, 生了孩子不用愁, 孩子就算才能平庸, 也可以来我的店里当个伙计, 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皇帝听说了我的功绩, 封我为郡主。 我也成为唯一一个 没有皇族背景的郡主。 城里的另一个富豪叫沈兴, 外号沈半城。 这天, 沈兴来找我, 还带来许多礼物。 温老板, 如今这同城尽在你我掌握之中, 我们何不联合起来? 沈老板的意思是, 我们成亲, 把两家的财富合成一家。 我们家必定会成为 同城第一家族。 抱歉, 我对联姻没兴趣, 温老板不要拒绝得太快吗? 沈某大龄未婚, 就是不想娶一个蠢货。 温老板是少见的聪明人, 沈某十分佩服。 成亲之后, 家业可以尽数交由你打理, 我也会给你完全的自由。 沈老板既然知道 我是聪明人, 我是聪明人, 就该知道, 聪明的女人不会带着巨额财产嫁人。 一个人生活更痛快些, 那沈某就不勉强了, 他很有风度地离开了。 几天后, 我带着几个孩子去郊外巡视农庄, 顺便带他们出去玩玩。 因为我出门从来没遇到过危险, 这次也没带护卫。 谁知, 走到半路, 突然蹦出几个强盗, 把我们抓住了。 强盗们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正在危急之际, 沈兴忽然出现, 打跑了几个强盗。 我向他道谢, 他笑着说, 你看, 沈老板, 你们这孤儿寡母的, 没有男人保护还真不行, 你说得对, 我一定多请几个身强体壮的男护卫。 这, 忽然, 小明大声说道, 那几个强盗就是沈老板找来的, 沈老板让强盗来为难我们, 然后他自己再出来, 英雄救美, 以为这样阿娘就会爱上他。 沈兴急了, 你这小孩, 胡说什么? 我把小明护在身后, 小明从不胡说。 沈老板, 我已经拒绝了你, 你不需要再枉费心机, 告辞了, 沈兴的脸上清一阵白一阵, 我没理他, 直接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后来, 沈兴因为盘剥百姓太厉害, 被家中的店户和厂工联手杀死。 他家的店户和厂工把沈兴的财产全都送给了我, 我成了同城首富。 我开始跟更多的富豪做生意, 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 我会经常给皇室提供军费, 赈灾费用, 修建公事的费用, 皇室不仅不会打击我, 反而很依赖我的赚钱能力。 等三个孩子都长大了, 我也成了全国首富。 回首这半生, 简直跟做梦一样。 三个孩子都十分乐观, 开朗, 健康, 自信, 学会了很多技能。 我让他们接手店铺, 他们以后也能养活自己了。 我问他们, 要不要给你们成个家? 小明摇头, 不要, 我觉得娶妻生子不是人生必须的, 小亮道, 没错。 像阿娘这样, 不成亲, 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人生, 也很精彩, 真真道, 我们要向阿娘学习, 以后守住阿娘的家业, 才是最重要的。 我笑了笑, 他们的格局也很大。 我还真是个优秀的母亲, 我在心里给自己鼓掌。 小明忽然说, 阿娘, 你好像个仙女, 哦, 这都被你发现了。 对, 阿娘心无杂念, 而且非常善良,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阿娘这么特别, 一定是仙女下凡, 我笑着捏了捏小明的脸蛋, 你虽双目失明, 却有慧眼。 厉害了, 我本来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这句话说完, 我就飞声成仙了。 回到天界, 我才发现, 之前我跌落凡间, 是因为功德不够了。 我在凡间广行善时, 还收养了几个被人抛弃的孩子, 功德圆满, 所以重新呈仙了。 有很多百姓见到我白日飞生的场景, 就在凡间给我立了仙女词。 我偷偷下去看过, 我的塑像还捏得挺像的。 有很多人对着我许愿, 我觉得很新奇, 就留下来听听。 只听有个人问我, 仙女, 听说您成仙钱是全国首富, 您可以教我怎么挣钱吗? 我想了想, 回答道, 残缺的孩子不要扔, 养一养, 钱和好运都来了。 对这种因素和的孩子有机器, ž 带阜